大家好,我是時光寶俠的Able 今星期的一周標示 我們有兩個全新的系列要和大家分享 有留意碗標的朋友可能都知道 運動標的市場很豐盛 有很多品牌某些型號一直都沒有貨 要用炒價才能買到 例如如努力士的Deytona Padaphilip的Nautilus 或是愛比的Royal 因此吸引到瑞士很多品牌都加入 例如如伯爵出了Polo系列 江斯丹頓也出了Overseas Revamp版 今個秋天有兩個品牌加入戰圈 第一個品牌比較驚喜 因為它是德國的Lung & Sonar 大家都知道 德國的Lung & Sonar 一向都是出一些高級複雜的公銀碗標 還有很漂亮的打磨 不過全部都是dress walk 今次出了一個全新的運動鋼錶系列 大家都比較驚喜 從1994年朗格重新進入市場 到今天 其實它只做了22隻鋼碗標 今次全新的鋼系列有什麼特色呢 我們看看 第一件事我們看到的就是錶盤 藍色的錶盤是一個立體的設計 上面我們看到大部分都是朗格自己本身的DNA 無論是指針或是6時的小秒針 都是很朗格的 最大的特別就是這隻是一隻Date-Date Function的碗標 就是說我們可以看到星期和日曆兩種資訊 接下來我們看看錶殼 這個錶殼是用鋼做的 他們選擇了用一個圓形的錶殼 不過又不是完全圓的 因為在右手邊我們看到錶盤的側邊有兩個按鈕 這兩個按鈕藏在保護設計裏 讓我們調整升期和日曆 而這次也是第一次 朗格用了一個船入式的錶盤 令到它的防水可以去到120米 另外一個特色就是本身的Integrated錶鏈 這條錶鏈本身很貼手 帶起來很舒服 因為本身是鋼材所以比較輕 而且在錶扣上有一個按鈕 按下去是可以調整7毫米的長短 這方便夏天的時候 如果手脹了可以方便自己調整 錶底蓋一個藍保石上的蒸玻璃 顯示出來的機心 這是一個普通的朗格高端自動機心 這個叫Datomatic機心 是一個全新開發的機心 它本身有一個特色 就是第一次朗格是用了Balance Bridge 而不是用Balance Cord Balance Bridge的好處就是它有兩個折點 更加穩定 可以保護Balance Wheel的平衡擺輪 令到它轉得更加穩定和準成 是比較適合這個運動錶 朗格這次出這個運動型號 我自己覺得是很有誠意 但不是一開始出來就極英四座那種 所以我認為是需要時間給市場接受 第二個我們要講的品牌 就是Shy Park的Alpine Eagle 蕭邦不是第一次出鋼的運動系列 早在四十年前 他們的Kyle Frederick Schavel先生 即是現在的co-president 那時他22歲 已經開發了他第一個碗錶的project 是一個叫做Saint Morris的鋼製運動錶 當年就很 iconic 和很受歡迎 四十年後 他兒子Karl Fritz 提議將爸爸這個系列 將他modernize 去適合今日的市場 初初Karl Frederick 就不太接受 後來Karl Fritz找了爺爺去幫忙 才能夠令到這個project去上馬 我們看看這個 叫做Alpine Eagle的系列 究竟有什麼特色 Alpine Eagle這個名字是有原因的 因為蕭邦希望用這個系列 是喚醒人來對阿爾卑斯山和野生動物的關注 希望是為了他們的保育出了分力 先從錶盤那裡看 錶盤是很特別的 因為他是用了飛鷹的眼珠花紋 來做了錶盤的花紋 是用一種叫Stamp押印的技術做出來立體 無論是藍色錶盤 或是Gafix色錶盤都是非常之特別 另外我們要看看的就是他的錶殼 錶殼雖然是從St.Morris去remodel 但他跟St.Morris都很大的分別 他用了一個圓形的Bezil 上面是有四對螺絲 增加了他的運動感 我覺得最值得一提的 就是他所用的鋼材 蕭邦獨有的 他們花了四年時間去研發一種叫Luzern Steel A223 這一種223型的鋼材 比一般的鋼材硬很多 簡直是相等於surgical steel 即是醫療所用的鋼材質量 因為他用了兩次鋸造的技術去做出來 所以光澤和色澤都非常有質感 可以比美貴金屬 例如黃金 我們看看這隻碗錶的機芯 因為這碗錶是兩個case size 一個是41毫米 另一個是36毫米 可能是針對女士市場 這兩個size的鋼材 分別都搭載了蕭邦自家製作的自動機芯 兩個機芯都是Chromometer Grade 即是天文台認證 蕭邦Alpine Eagle和朗家的Odyssey 兩個定價是很不同的 Odyssey大概是20多萬港幣 而蕭邦Alpine Eagle大概是10萬港幣 他們很明顯是針對不同的市場segment 但我們覺得兩隻碗錶 分別都很有誠意 和很有feature 我們都希望他們在市場上 可以獲得好好的成績 今次的一周標示時間差不多了 多謝大家